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23日 今天是星期一 今天是大年初二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研究國際新聞 這次鏡頭一轉 要回到美國 這次又是說的是眾議院議長 不過這次 不是佩洛西 不是普洛西 這次 是麥卡錫 麥卡錫 根據美國媒體報導 麥卡錫 眾議院議長也打算 要訪問台灣 假如這件事屬實的話 將會又是一次大事件 如果不是 你說上次 佩洛西 眾議院議長代表美國官方 我去訪問台灣 中國大陸來的大陣仗 嚴陣以待 又說要出軍機 又說要搞軍演 我們也說了很多次 搞得一次 你不搞第二次 出事的是你 不是別人 其實 除了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外 其實後續也有不少的政客 包括英國的訪問團 也有去過訪問台灣 但是這次 中國大陸就不敢搞了 可能因為英國沒有份搞搞陣 所以英國 探訪台灣 就不見解放軍嚴陣以待 但是不是 英國有份搞的 最近解放軍 還在賀年的 新年 操練裏寫了一個BNO 寫著兔仔 B 跟著No.1 中間就是BNO 英國不是沒有份 上次大大禍搞之後 然後再去到英國訪問台灣 整件事 就是將它降溫了 這次又回來 又是美國 如果真的是這件事成事的話 所以我們絕對有責任 就是要令到他注意這件事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大家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大法 希望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這個消息是來自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大酒杯新聞 在1月23日 即是今天 大年初二 引述 直接 參與會談的官員 說美國 國防部正在就新任的眾議院議長 麥卡錫 在今年的春天 訪問台灣做準備 不是說 今年的暑假 不是說今年年尾 今年春天 現在 即是預備 快要來了 假如真的消息確實 解放軍很快做準備 所以大家 這次新聞 雖然是全消息 但是一定要 使得他 看到這件事 別不回應 經過上次佩洛西訪問台灣 嚴重刺穿中國大陸的底線之後 上一次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感情 被嚴重傷害 傷害完之後 他們發現 無法 挽救 相關的傷害 所以 他們最新的方法 就當看不到 這跟武漢肺炎新冠病毒一模一樣 逢是解決不了的問題 不准說 不准提 不准說 不准提就當沒事了 所以黃迴要存在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還要把這些重要的議題大大力 加把勁去推 上一次解放軍的 做法 簡直是用滑鐵路來形容 因為根本 又追蹤不了這個佩洛西的飛機 又制止不了佩洛西 在台灣降落 我們當時還甚至直播這件事 我們有台灣特派員 飛機直播 降落 然後就是一年兩日的行程 然後 解放軍可以做的 就是舉辦軍演 把台灣重重包圍 有大量的 軍事五毛 積極份子 藍絲 甚至乎早前跟大家報道 浸大 有個副校長出來做軍事五毛 說解放軍可以徹底 封鎖整個台灣 令到整個台灣對外出不了 他們看了美國的 軍事報告 覺得戰損比有著手 他們認為能夠徹底封鎖台灣 而美軍就算來幫忙 要解封台灣也相當困難 所以既然如此 不要只顧著軍演 要來封鎖台灣 封鎖了台灣 麥卡錫就算計劃去台灣也去不了 不要只顧著港字 就快點做 既然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這次如果 麥卡錫 能夠成功 出訪台灣的話 繼2022年8月2日至3日 佩洛西 訪問台灣之後 再有 美國眾議院 這是新任議長 訪問台灣 所以這次 強烈地 預備要引起中國政府強烈不滿 你不要當看不到 你只是欺佩洛西 看看藍媒怎麼說 麥卡錫當選 雖然我們很多人覺得沒甚麼特別 但是 對於中國大陸 對於很多親共媒體 親共人士來說 他認為麥卡錫是共和黨的極右派 極右派他們相當之 因為極右派 特朗普也當是極右派 認為每次有極右派上台的時候 都對他們製造危機 他們說 為未來危機埋下伏線 即是為中共 未來的危機埋下伏線 對世界通常沒甚麼殺傷力 中共引述親共媒體 紐約時報 就是大大力批評美國眾議院共和黨的麥卡錫 說他 在1月份當選議長 說他是 黨內極有保守勢力 他說將來會製造更多混亂 又說這個管理眾議院令到眾議院 幾乎做實事 變得不可能 說得那麼誇張 佩洛西 佩洛西做的時候是不是很好啊 是不是有很多實事做呢 又假如如果 那些藍媒的說法 親共媒體的說法 說麥卡錫真的那麼 激進 只是懂得搞風搞雨 不搞實事的 好像 香港的文匯大公批評反對派議員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我們又很期望 不要說大了 反而美國擔心的就不是共和黨的麥卡錫會搞事 反而是擔心有財政預算 國會不會批評 使得 美國政府可能陷入債務危機 可能會債務違約 以我們理解美國現在主要是要削弱政府的開支 除此之外就看不到有甚麼搞風搞雨 因為很簡單 因為現在等於 是共和黨做了眾議院的議長 但是現在的政府是民主黨政府 這樣的格局是叫制衡格局 假如今次消息屬實的話 解放軍 不要掛念賀年 兔年不關你的事 老虎也不肯下來 老虎還繼續當政 希望今次如果 中國大陸 底線又被刺穿 這次不同 今次20大之後 掃除一切障礙了 今次要搞 麻煩你搞軍演 規模麻煩你再大一點 要大過上一次佩洛西 去台灣的時候 大酒杯新聞是甚麼新聞呢 大酒杯新聞 是一個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由這個叫做政治報 前記者 去創立的 所以我們估計相關的消息雖然是 還沒有其他媒體確定 但是估計這個消息應該是屬實 這節特發跟大家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的話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的話 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 都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會成為 沒錯 我們都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拜拜